大家好,欢迎来到疯狂露露小世界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共同认识的露露大灰狼 那么它是一匹又贪吃又疯狂的大灰狼 什么都吃,只要是看得见的,摸得到的 你们瞧,它的舌头变成了蓝色 露露生病了,它要去看医生 医生怎么说呢 露露,你吃了什么呢 让我们共同来看看你的肚子里面有什么 医生打开了露露的肚皮 大家想想,大家猜一猜 露露的肚子里到底有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医生找啊找,找 不小心摸出了一个 哎呀,露露居然吃了它的小伙伴小鸡 你们听 还有什么呢 医生找啊 哎呀,居然找出了小红帽 露露居然吃了小红帽 怪不得小红帽失踪了 真是一头疯狂的大灰狼 还有什么呢 小猪,你们听 露露同时吃了这么多东西 难怪生病了 到底还有什么在肚子里呢 医生找到了一个奇怪又坚硬的东西 一个平底锅 露露居然吃了一个平底锅 金属做的平底锅 我们再找 看看到底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露露的肚子里 哎呀,我们找到了一部电话 露露居然吃了一部电话 你们听 怪不得露露生病了 怪不得她的舌头变成了蓝色 那么这个露露系列玩具呢 为了帮助宝宝们最初的启蒙教育 从听觉上,视觉上和触觉上 我们都做了不同的设计 刚才我们看见 在小鸡宝宝的身上 在小猪宝宝的身上 有不同的响动 那么在露露的身上 我们同样可以找到这样的材料 大家看 露露的鼻子 大家听 还有露露的耳 露露的尾巴 你们看 你们听 那么大家再看露露的四肢 我们分别用了颜色对比鲜明的 不同的面料 露露身上毛毛茸茸 摸起来非常的舒服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露露系列和她的露露疯狂小世界 我们下期见 今天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露露的尾巴